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可以说已经出现在即 此意面对墨尔本胜利 国安的唯一目标就是全取三分 拿到三连胜 而他们的对手墨尔本胜利前两轮 则是取得一胜一瓶 还在第三 首发方面国安四外援出战 经文在费尔南多 奥古斯托比埃拉领衔 比赛刚开始 国安就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他们踢得非常主动 第22分钟 国安率先打破僵局 比埃拉左路突破后 送出转中 奥古斯托心领神会 一脚电射打了 门将一个措手不及 比分来到1比0 国安很快就取得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进球之后 国安的进攻还没有停下 第34分钟 他们再度动穿 墨尔本胜利的大门 刚刚进球的奥古斯托 这次充当了助攻者的角色 他在左路送出船中 阿兰中路包抄头锤破门 帮助国安2比0领先 阿兰连续二轮亚冠破门 状态神勇 上半场 凭借奥古斯 脱合阿兰的进球 国安带着二球领先的优势 进入到下半场 下半场一边再战 国安依旧稳稳稳掌握场上的局势 虽然墨尔本胜利 一度有破门的机会 但他们并没有把握住 第74分钟 两位替补球员之间 打出漂亮的配合 王子民接到 巴顿的传球后 中路推射破门 国安3比0 领先墨尔本胜利 大局引定 第78分钟 落后三球的 墨尔本胜利禁区外 轰出一记事解播 杨鲁奇一脚打门 北京文哉挡了一下 可是依旧打入网窝 比分来到3比1 墨尔本胜利 追回一球 最终 国安3比1 击败墨尔本胜利 好取三连胜的同时 文文守住了 防守的位置 更多及时足球资讯 欢迎关注头条号 球丁足球 这篇足球新闻 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